下来为您插播一则国内新闻 既然单州议长拿渡莫哈默阿玛宣布 能挤礼州议席即日起悬空 并由选委会决定补选日期 莫哈默阿玛在记者会上指出 单州议长办公室是在这个月13号 接获土团党提交的悬空议席通知 上个星期 国盟主席丹斯里慕尤丁透露 国盟将向倒戈的七名国州议员 发出中职档籍通知 并提交相关议席巡空通知